这只黑红相间的蜘蛛 它也是班路心腹当中的一种 班路心腹有好几个亚种 颜色都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体型都是这个样子的 都没有什么毒 最适合我们上手调教 这个动作只有铁粉中的老粉 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只没上套 好 我们先把它上手 上手的话 首先我们为了不破坏它的蜘蛛腕 就这样慢慢的把它赶到腕的边上去 这样我们抓它的时候 就不会破坏到它的蜘蛛腕 到时候方便它回去 这只班路心腹只有七只脚 另外一只脚可能是打架的时候弄断了 看它这个体型应该是还能长出来的 虽然已经成年了 但是它的个头以后要长到这只的好几只大 现在把它赶下来的 到地上之后是我们最好上手的时候 看它在地上爬的是不是很笨拙 这个时候上手就非常的简单的 你看像这样抓也行 或者是捧也行 我们先把它捧起来 你捧它的时候它是绝对不会咬你的 这个时候是它活力最强的时候 它肯定会到处乱爬的 所以我们得消耗它一些体力才行 好然后讲下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是抓它的腿 然后把它背过来 这个动作是抓班路心腹的一个标准动作 把它的腿背过来 我就没有完全抓住它的全部脚 两只手的话会更好一点 目的是让它的毒鸭背朝我们 这样它就咬不到我们了 每个动作等会我会做的都详细一些 跟大家慢慢的讲解 所以这个视频的话会有点长 大家要耐心看完的话 基本上这班路心腹你就憋了 基本上大多数猿猪也就憋了 这个动作是关游猎型蜘蛛的 我们试一下这些捷网型蜘蛛 它被这样关过以后乖不乖 好打开 它现在是缩成一团是不是 但是它马上它就会起来逃跑 所以关禁闭的方法 其实并不适合这些捷网型的蜘蛛 这捷网型的蜘蛛 更适合这样玩一个无线楼梯的游戏 就这样左手搭右手 右手搭左手 这时候放心它绝对不会咬你的 它想的是逃跑而不是咬你 有些蜘蛛就会跑得稍微快一些 只要你跟得上节奏啊就这样 左右左右倒腾就行了 当然它消耗这些体力啊 它到时候休息一下会恢复过来的 并不会影响它之后的捕猎和生活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下面进入我们的另一个调教办法 把它的所有的脚都背过来 一直都不要剩啊 全部背过来背到它的身子后边 然后用一只手轻轻的捏住 这只脚还要活动一下 把它轻轻的捏住 别太用力 然后找准机会 把它屁股上的这根丝 给它拉出来 轻轻拉 拉慢一点 拉快了会断来 它等会一夹紧了 马上就夹断了 把这个丝 然后缠在它的腿结上 它的第一腿结 还是第二腿结啊 都要缠一道 把它缠老一点 只缠一个腿结的话 它很容易就正断了 但是你也别缠太紧啊 缠得太紧的话 等会把丝弄掉的时候 就不好弄 就这样绕着绕着 一圈圈的绕 用自己的丝 把自己给绑起来 绑好之后啊 大致是这个样子 有点那种什么的味道 你们注意看 下边这个腿结 和上边那个腿结 分别缠一些 因为我还要做下一个动作 所以我就没有缠得特别牢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如何挣脱的 因为它这些腿结啊 都是比较滑溜的 所以缩一下 缩一下 慢慢的缩 还是缩得开的 你们看 这个时候 它都没有想到要咬我的 因为是被它自己的丝缠起来的 不是我缠起来的 所以它没有想到要咬我 不是我干的 它这个时候是 以为是这个样子 你看 还要把我的手拿开啊 叫我不要挨着它的毒牙 差不多调教到这个份上 已经是任我们拿捏的那种程度了 你看它比之前动作要烧慢了很多 这个时候你可以随意的去拍摄它 然后把玩它了 但还是那句话 不要去捏到它 捏到它 它还是会咬你的 看它趴在这休息啊 现在已经不太想动了 这落心腹啊 也是真能折腾啊 几经搬家 现在又归入到圆珠科里边去 我们来注意看一下 它的胸部下方这里 是一个心形的 大多数都是这样一个黑心 然后腹部的上半部分 是它的绳子孔 下半部分是它的反气 这个反气里边可以一次喷出很多股的丝啊 它不单喷出一股 很多股混合起来 这样才牢固 也就是说它这个屁股里边是有很多个丝线 一起喷出这个丝浆 在遇到空气之后 它就产生化学反应 硬化了之后就产生很多股丝 这样的话就保证它的坚韧程度 不容易被扯断 这一类纯黑色的半路心腹 其实在本地还是比较少的 都是那种花花绿绿的那种比较多一点 大家不要因为就看着它是黑色的 好像攻击力会更强一些 或者是毒性更强一些 我们要一视同仁 跟别的半路心腹啊 就是站在 让它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人家只是穿了不同的衣服 都是一个品种的 新手的话 我建议就是从这个动作开始 把它的所有的脚都背到它的背后去 这样它就绝对伤害不了你 而且你稍微耗一点时间 它的动作就会慢下来 任意你拿捏 然后你再进行下一步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把它调教的差不多了 我们的这个手啊 已经可以说是一个五指山 它逃不掉的那种程度 甚至可以让它走迷宫 走很久 就这一只手 我们换着高度 换着方向 换着姿势的来 稍微微调一下 然后就让它走不出这只手去 这个时候它想拉丝 从这里跳下去 我们把手稍微背过来一点 再抬一下啊 它现在已经马上就想跳下去了 我们转一下手 再转一下 好 它就不知道要怎么做了 现在又爬上来 爬上来这上边 我们再抬一下手 你看又回到原先上手的地方去了 它随时都拉着这股丝的 随时都想逃跑 所以我们要微调一下我们的手掌 然后背过来 它又跳不下去了 然后继续爬 我们再转一下手 嗯 它又找不到方向了 就这么简单啊 已经可以在一只手上 跟它玩无限迷宫的游戏了 然后我们要拍一个 它上到手机上 这个镜头上来的画面啊 好 首先我们把它调一下角度 调直 尽量让它往我们的手臂走 然后我们的手机 慢慢的要搭到这个手臂上 让它找准方向上到我们的摄像头上来 这个时候就拍出一个它直扑面门的感觉 这个时候清晰度肯定明显不够啊 我们调成微距模式 然后哎 这个是不是直扑面门的感觉就更强烈一些了 再来一个 哎 太高一点 好 又是直扑面门的感觉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给大家是不是更有一点代入感 再来一个 就摆在它的面前啊 然后它自己就会爬上来 不用你做多余的动作 看它漫游漫游的就爬上来了啊 脚还在那手舞做到的 这个动作你可以反复多做几次 然后挑一个你觉得最喜欢的它直扑面门的感觉的这一个视频啊 把它剪下来 这个播放量可能会要高一些 好 就这个 看 它的大毒牙直扑摄像头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要更好很多 再来一个侧面的 嗯 班洛新妇在有的地方是叫鬼脸珠啊 它的这个鬼脸是怎么来的 在它的背部每一只都有 但是你的光线角度一定要调好 你才能看到它的这个鬼脸的轮廓 我们看的是这个阴影面啊 斜面你看就看不到它的这个阴影 就看不到它的这个鬼脸 好 我们现在把它调教的已经差不多了啊 欲罢不能的那种状态了 现在把它放回到网上去 用它的前足 你看轻轻的 搭到它的这个网丝啊 搭到丝之后 它马上就来电了啊 它对这个蜘蛛丝啊 更有感觉啊 这样就放回去了啊 也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生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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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